郭雄議員 郭雄議員 當然,雷萬事件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失職 任志剛先生 透過一個備忘錄繞過本會 與證監會的分權 分權之後 又未做過突擊檢查 又沒有去看看所謂的適切性 他這樣做完全符合了 我都不明白為何同事說不可以支持陳偉業議員的意見 到底是任志剛先生不對 做得差和制度有問題 又不是呢 我看到這個議會完全是不講理的 我們可以在第二個場合慢地罵任志剛 在這個場合我們一定要誓死保護任志剛 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這個根本沒有約束力 過完之後叫任志剛撿包袱 任志剛一樣可以厚顏無恥上來這裡 繼續說 我上次去減他人工 他就厚顏無恥 就是說 不是我 是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 裡面是什麼人呢 他自己是 當然 他頂頭上司曾俊華 但是 鄭偉智是 富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主席 有錢人 和港北 我最近有個示威 被他的保安打 被他的手下保安打 和港北 就是京官 是中銀有限公司的副董事兼總裁 范紅寧先生更加慢 令中信太富人頭落地 沒有得做 沒有得做 行政會議都沒有得做 好大快人心 他都要走 任志剛不用走 還有郭炳江先生 鄭海泉先生 全部都有錢人 鄭海泉先生就是上海匯豐銀行的董事 還有馮玉斌博士 永恆銀行 劉春義教授 當作是學者 算他是將來不知道做什麼 有藏證會議 但是聯成一線 孫德基先生 就是安永會會計師事務所的 陳祖澤先生 以前是官來的 現在就去了賽馬會的路 還有一個洪胚證 洪胚證就是 渣打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由這班人去決定他做得好不好 有什麼公信力 我們現在看到 雷曼虎豬在街上投票 說他做得不好 我們的議會也說他做得不好 但我們議會到今天投票 就說他做得好 在投票上表示他做得好 是應該值得留任 問責性 這個還有 如果反對 其實 如果反對陳偉業議員 就是說 他這個 金融管理局 不是缺乏透明度和問責性 還要這樣說 我們投什麼票 人家都走 人家都不想亂賺 我們還要為他 在貼金 任志光做什麼 聯繫匯率 我們是fix 了 除非政府要改 或者建議政府改 我們有這麼多外匯儲備 人家 賣美金買港元 我們就拿港元買回美金 反轉 也就是逆思維德 很容易 對沖 銀行的 穩定性 這就是他的貢獻 但要明白 他做完事之後 在這個 銀行的非 非正常業務裏面 他管 那些 賣債券和賣保險 保險未爆 債券做得很差 我想請問大家 這樣算不算是好 我又想請問各位同事 一個這樣的人 透過和他的馬仔 審聯圖 用一份 這個所謂量解備忘錄 偷天換日 今天兩個人都不用負責 是否合適 我們有什麼可以監察他呢 格林斯潘 認錯了 雖然間走了才認錯 這個 諾賓 是高盛的 這個 要員 所以就夠高盛 不夠其他人 遲早都要揭出來 我們今天 在這個議會裏面 連美國一個這樣 周圍找笨的議會 縱容美國人 去管制人的市場 或者 這個 市場去發財的議會 都說了公道的話 格林斯潘 是我的錯 樂賓也要說錯 遲早 為何只是夠高盛 我們現在就在這裏跟他擦鞋 這個任志光先生 問他拿 那個所謂金融機構管理委員會的文件 不給 梁國雄議員 我已經提醒過議員 在這個辯論裏面 議員是不應該發表有關小組委員會言訊的意見 這個已經是事實來的了 這個不是機密來的 那你想我怎樣 是不是想我收回 議員是不應該 在這個言訊以外 那我這樣說 任志光先生 對本會 問他拿文件 引用這個權利格特條例 諸多推堂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如果這樣 但是銀行家和關係不好 就管不了銀行家 有沒有一個警察說 喂 我和小偷關係不好 抓不到小偷啊 他要明白雖然間 是銀行家給錢他老人家 或者 是給內幕消息他老人家 再告訴別人 但是他不能公開這樣抗拒 立法機關對他的監察 我覺得任志光先生 是必須下台 今天議會不趕他下台 是我們議會偽善 我呼籲大家以後不要再罵他 何仲泰議員 謝謝